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没有这场事故的目击者 这场事故就像是一场离奇的恐怖事件 但是没有一个人感受到这场即将到来的危机 这么大的事故很快警方就介入了调查 在事故现场有一个当地居民一直喊着恶魔苏醒了不愿意离开 但是所有人都没把他说的话当回事 将他赶出了事故现场 与此同时我们的男主蘑菇哥是个新闻记者 收到消息来到现场想要收集一些独家消息 可是此时警察忙得焦头烂额 根本没有时间搭理蘑菇哥 将蘑菇哥给赶走了 蘑菇哥一看只能拿起DV偷偷的拍些东西 也不算拔拉一趟 回去后蘑菇哥拿着DV观看 结果发现DV录像中的鳞片 自己小时候在一家古董店见过 蘑菇哥抚摸着古董店老板送给自己的一个项链 陷入深深的回忆中 当时他跟自己的爸爸到一家古董店变卖东西 小时候的蘑菇哥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更何况在一家全是古董的古董店 于是就好奇的在古董店中闲逛了起来 结果在闲逛的过程中 一个箱子突然自己打开 还发出耀眼的白光 古董店的老板看到后似乎十分激动 最终念念有词地称 终于等到了他 之后老板便拉着蘑菇哥 给小时候的蘑菇哥讲了一个故事 传说曾经在很多巨蟒都叫做伊末基 他们和他们的拥护者都生活在天上 而每500年 其中德行最高的伊末基就可以化身成龙 而要想化身成龙 就必须得到龙珠 之后在伊末基中 出了一只恶龙 被人称作为布纳基 布纳基不甘于只化身成龙 还想要借助龙珠的力量 统治世界 为了阻止布纳基的野心 上帝将龙珠藏到一个刚出生的女婴的身体中 等到女孩20岁的时候 龙珠才会在她的体内成型 之后 只要将她献给伊末基 伊末基就可以换身成龙 为了确保龙珠万无一失地 到伊末基的手上 上帝派出自己最厉害的战士白发叔和他的徒弟一起守护龙珠 在白发叔和徒弟的陪伴下 很快19年过去 马上就到了女孩要献祭给伊末基的时候 然而这个时候 布纳基也算转了时间 带领众多自己的拥护者 找到了女孩所在的村庄 成千上万的怪物 瞬间就让村庄化为荒芜 村民也是死的死伤的伤 随后布纳基的手下 杀光了村庄中所有的男人 抓住了所有女人 寻找一个肩膀上有棱纹的女人 每一会儿他们就找到了女孩 并把她抓了起来 好在女孩在被运输的途中 白发叔和徒弟皆是赶到 白发叔父则托住布纳基的手下 而徒弟则间机带着女孩逃走 徒弟此时只要将女孩献给伊末基 就万事大吉 可是十多年的陪伴 他和女孩早已经暗同心意 爱上了对方 他不愿意将女孩交给布纳基 也不愿意将他交给伊末基 最终 徒弟决定带着女孩一起逃跑 可是没一会儿 就被布纳基给追赶上 被逼入绝境的徒弟和女孩 最后坠崖 双双去世 因此 布纳基也没有得到龙珠 说到这里 古董店的老板停顿了一下 又告诉蘑菇哥说 他自己其实就是白发叔的转世 而蘑菇哥 则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徒弟的转世 现在 距离上次龙珠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五百年 布纳基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而现在 蘑菇哥首要的 就是要寻找肩膀上 带有龙纹的女孩 并告诉蘑菇哥 这个女孩名叫萨拉 想到这里 蘑菇哥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马上找到自己的同事 帮忙查找名叫萨拉的女孩 另一边 女孩萨拉通过新闻 也了解到郊区事故的事 敏感的她发觉到自己的身上 将要发生一些事 她赶紧回到家中 将屋子中贴满了符咒 然而无济于事 在之后的几天 萨拉总是能梦到 关于巨猛的事情 这天傍晚 萨拉再次梦到 自己的车 竟然幻化成了蛇皮的样子 吓得她从梦中惊醒 并且拨通了报警电话 想要寻求帮助 警察来了之后 听萨拉说了一堆 关于蛇之类的事情 没想多 就把萨拉当成精神病 送到了精神病院 当萨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穿着病号服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萨拉第一时间 就想要离开 可是 等待她的 却是医护人员的阻止 和医院对自己的监禁 好在这个时候 蘑菇哥通过多方渠道 找到了萨拉 蘑菇哥也不多说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的 跟萨拉讲了事情的原委 似乎因为终于找到一个 理解自己的人 萨拉和蘑菇哥 很快就亲近了很多 正当两人闲聊的时候 布拿基也寻找到了萨拉 化身为巨猫的她 直接从入精神病院的大楼 想要抓住萨拉 蘑菇哥见事情不妙 拉起萨拉就跑 布拿基虽然化身巨猫 但身形巨大 又在建筑物中 限制了她的行动 最后 蘑菇哥在朋友 黑人小哥的帮助下 成功和萨拉逃了出去 可是 三人还没逃出去多远 布拿基的一个首相 周文哥就追了上来 周文哥在拦住 蘑菇哥等人后 直接在自己身上 幻化出一身盔甲 刀枪不入 在场的三人都没了办法 本以为这次 萨拉逃不掉了 可是 蘑菇哥这时强行发动 主角光环 召唤出了古董店老板帮忙 老板直接开着车 撞晕了周文哥 拥有着超强能力的周文哥 就这样倒下 而蘑菇哥和萨拉等 也再次逃之夭夭 抓捕失败 让周文哥十分愤怒 当下就召集自己的部下 准备进行下一次进攻 而蘑菇哥这面也没闲着 他带着萨拉来到一个心理医生这 准备让医生催眠萨拉 让他想起前世的记忆 对萨拉的催眠十分成功 睡梦中 萨拉想起了前世自己 与徒弟殉情的所有事 而萨拉体内的龙珠 此时变起了反应 发出耀眼的白光 萨拉整个人都悬浮在空中 没想到 催眠刚结束 不死心的布纳基又追了过来 不过 布纳基显然还没总结出 上次抓捕失败的原因 追着没几步 再次让开车的蘑菇哥 和萨拉逃掉了 蘑菇哥知道这样下去 他们只会陷入无限的被动当中 布纳基不会放弃 总有一天 萨拉将被抓住 于是 借助工作的借口 蘑菇哥接到了一架直升飞机 然而正当 蘑菇哥和萨拉 准备乘直升飞机 离开的时候 阴魂不散的布纳基 身体攀上大楼 一口咬住了 刚刚起飞的直升飞机 蘑菇哥和萨拉 只能跳下飞机 此时 天空中一片乌云密布 隐隐约约打起闪电 似乎预示着布纳基的成功 失去希望的萨拉 这时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只有这样 才可以阻止布纳基 结果这时候 国家部队驾驶着几架直升机赶到 在无数子弹和导弹的攻势下 布纳基成功被打下了大楼 柳暗花明又一村 蘑菇哥和萨拉 又小幸逃过一劫 布纳基毕竟是一方老大 几次失败让他十分愤怒 生气的他一声怒吼 召集了自己部下 大批飞行及陆地的怪物出现 美国国家 面对这种危机也不甘示弱 派出了自己的精良的部队 一场枪林弹雨中 布纳基的手下虽然伤亡惨重 但部队方面 几乎全军覆没 画面一转 此时蘑菇哥正开着车带着萨拉 准备逃到别的城市 两人这时候 正讨论着今天是萨拉的20岁生日 突然布纳基的部下追了过来 怪物直接吐出一个火球 炸翻了蘑菇哥的车 而车内的两人也陷入到了昏迷之中 当蘑菇哥醒来的时候发现 自己被绑了起来 而萨拉则被绑在机台上 眼看着萨拉就要被布纳基给吞噬 蘑菇哥脖子上的吊坠 突然发出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白光散开 所过之处 布纳基的部下统统倒下 蘑菇哥也得以从绳子中脱身 可是刚才的光芒 并未对布纳基造成伤害 蘑菇哥和萨拉两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面对布纳基也只有等死的份儿 这个时候突然又一只巨猛冲了出来 和布纳基纠缠在一起 原来这条巨猛就是被选出来的正义的伊末基 伊末基和布纳基两条巨猛缠斗在一起 大斗了三百回合 然而伊末基很快就败下阵来 萨拉知道这个时候自己不能再逃避了 布纳基不会放弃抓自己 这次即使自己跑掉了 再过五百年 布纳基还是会再次出现抢夺龙珠 这并不是解决的办法 于是 萨拉上前释放出了自己身体内的龙珠 并把龙珠给了伊末基 吞噬龙珠后的伊末基 零片开始掉落 瞬间就化作成了神龙 得到龙珠的伊末基功力大增 很快就占了上风 随后 伊末基吐出一个火球 布纳基也最终被火球烧成一片灰烬 伊末基赢得了胜利 可是 失去龙珠的萨拉 似乎也没了生机 在魔物鸽的怀中 化作一团白色的光 钻入到了龙珠之中 最终 伊末基带着龙珠和萨拉 消失在天空中 这部电影要说最出众的部分 可能就是特效十分逼真 其中城市的画面 有种复联的感觉 但除了特效 整体剧情太牵强 毫无逻辑可言 看来往往人类的灾难 往往来自于个别人的私欲 而且 强者为王的世界 根本不会让守株待兔的人成功 这可能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败笔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鑫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